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志愿行政会议成员 金融管理局前总裁 83年协助制定联系汇率制度 93年帮手成立金管局 在他任内 香港安然度过亚洲金融风暴 和环球金融海啸 他对香港的金融经济前景有什么看法? 《前海方案》对香港有什么机遇? 他又怎么看人民币国际化、中美关系 和美国退市的影响? 欢迎收看恒传感言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 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曾经管理过香港 上千万亿元的财产 也动息全球经济千变万化的转变 现在就是行政会议成员 他就是任志愿任总 欢迎任总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了 两位都是教授 很开心见到你任总 打铁趁野有一些近期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前海方案》 那个方案就涉及很多十几个层面 地方有大了很多 但我想关心的是 你什么起步也好 金融贯通那样东西 你要搞得到才行 究竟那个安排 你想象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你不介意我带你游下花圆 先游下花圆 大家要明白的 就是现在整个图画是怎样的 首先你留意到十四五规划 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十四五规划里面也有讲 国家的发展大局是怎样的 譬如你说要畅通国内大循环 要有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这样的发展模式 那香港怎样去参与这个国内大循环呢 在国际循环那里扮演一个 什么的枢纽的角色呢 那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个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就好像在19年差不多 在上下的时间 已经有了一个大湾区的发展的纲要 那就写得很清楚 大湾区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一个重点 那这样香港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 香港的角色又是怎样呢 那就现在呢 在前海那边又有一个方案出现了 那香港要怎样利用这些东西 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呢 去在国际这个循环上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其实我看前海这个方案 现在刚刚出这个 其实就是香港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高速公路 现在它建了一条高速公路给你 让你容易进去大湾区 当你香港七百多万人的一个经济体系 能够有不同的行业 特别是金融业 为了七千万的大湾区 居民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去服务的时候 当然商机多很多 如果你在这个七千万的人口的大湾区里面 做得成功 特别在金融方面做得成功的时候 下一步是什么 是14亿人 全国国家有二十倍 由十倍再来二十倍 就是二百倍这么大的商机 但是 你要融入去的时候 你说笼统地说 那当然是容易地说出来 但是实际做起来是什么 因为国国两制之下 我们需要做什么工作 因为大家两个制度是不同的 我们怎样去可以 参与这个国内大循环呢 因为在内地仍然是有资本管制的时候 内地也有说 要消除生产要素流动和市场配置的体制机制 我职念 这个生产要素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是资本 其余就是人和地 生产要素最重要的资本 流动根本是难的 因为内地仍然有资本和管制 香港看到这个大的图画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很策略性的思维 去看看如何去参与这个国家发展的大局 大局政府其实都已经有很多策略性的思维 譬如我也建议过 要打通这些东西 比如打通资本流动 打通资金融通的渠道 打通金融基础设施的联动 等到在这些渠道一打通之后 你就让市场去在资源分配 扮演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又是内地的文件 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现在就是说 那个大局是这样的 香港是要去参与 香港是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特别在金融领域上 你是要注重这些东西 那你就想打通这些东西 打通这些渠道 其中一个渠道 现在就是建了一条高速公路 让你去前海先打通 那它那个计划里面 写得很清楚 有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大胆尝试的 那譬如你说 和前海建立一个关系 是等到香港和前海 即是深港合作 好吗? 香港和前海资金 资本流动是暢通很多的 那帮到前海的发展成功了 然后又去大湾区 又是这样 这条渠道可以资本流动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一个好的做法 因为你要明白 内地亦都要安心 即是内地自己本身的金融安全 是吧? 你说就说得容易 你资本流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在香港和大湾区里面 其他的城市 是资本流通流动 可以自由地资本流动 那是否等于其他省份的钱 就会经过大湾区流走呢? 那可能是为内地的货币 金融的稳定 是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是 他未必是准备就税 去走这一大步 所以先行先试 大湾区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你可以试这件事 甚至现在前海比较小的范围 都已经扩大了很多 香港是要 我们要有想像力 去打通这些渠道 希望在前海 希望利用到这条高速公路 去开发多些商机出来 对于先行先试打通 究竟是货币流通 还是投资项目的流通 我曾经发挥过一些理论 就是一个五通策略 第一就是资本流通 就是说你在香港的资本 或者大湾区的资本 大家都在大湾区里面 是可以流通的 不是我受限制的 那些钱我想投资在哪一方面 或者我在哪里去集资 都是比较自由 第二个通是货币兑充通 就是港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兑换 在香港我们已经习惯了 香港因为是没有外汇管制的地方 你随时去买人民币也可以 卖人民币也可以 外地不同 但是这条路 这个通是一定要打通的 是要打通的 因为为什么 你拿着港币也好 拿着人民币也好 你在大湾区 你都可以用这两个货币 调来调去 去进行你的金融活动 有些集资 我想集资港币 又或者内地的企业 在大湾区的企业 想集资的时候 走来香港 你一定要强逼它集资港币 或者它集资了港币 那便立刻可以换成人民币 在货币兑换那边又要通 还有金融是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的渠道 我们读书都有读过 都是三个渠道 一个是银行的渠道 一个是债券的渠道 一个是股票的渠道 如果你想像一下 你在大湾区里面的金融机构 银行的全贷业务 都是自由化的 即是说香港的持牌银行 在大湾区吸收存款 也可以 贷款也可以 大湾区内地的银行 来香港做这些全贷活动 也可以 你想想 那些需要融资 或者需要投资的人 是不是多了一些选择 这样经济才会旺起来 是 刚才我再说第四个 这个通就是 这个金融基础设施的联通 那你如果是有些金融工具去买卖的时候 你都要清算 你都要托管 你都要很多东西 你都要有一个平台去买卖 那这些金融基础设施 包括譬如支付系统 你电子支付 但是你试想像 如果你是有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里面 你可以支付港币 人民币 也可以 在大湾区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做这些支付的时候 方便多少 对人的消费 消费者消费方便 对做生意的方便 很多东西都方便 所以这个金融基础设施的联通 亦都重要 我说了四个通 最后一个通 就是货币流通 行不行 现在根本在香港 如果人民币流通 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没有问题 你如果肯接受我给人民币 你做一个交易 大家做得 很多店铁现在挂了两排 做得的 如果在内地也都可以接受港币流通 那你会怎样 香港想在大湾区里面做生意 又不用算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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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限额有多少 我走到去内地 拿着港币都可以买到东西 那又活很多了 我这个五通的策略 是一个理论层面的策略 当然 在这个策略里面 你都是 首先你要有一些 我們所謂的風險管理的措施 如果你真的開了 好像無淹雞籠那些錢 就走了 換了開閉酒 那就麻煩了 我估計北京那些 譬如金融監管的當局 人民銀行、銀保監、證監 那些都會擔心 一定會擔心 亦有理由去擔心這件事 所以你在做這些打通經脈的時候 如果能夠給得到決策者 即是北京 你是有一些風險管理的措施 令到他們安心就好 風險管理其實就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亦都有提過有幾個方法去做 騙渡管理 現在你知道湖港通、深港通 全部都有額度 額度的管理 你不太多的時候 便不會引起那些擔心 項目的管理 哪個項目才可以做得到 兌換得到 或者是可以貨幣流通得到 現在的項目大家都認清很多 湖港通當然是一個項目 深港通是一個項目 就來會出來的 理財通也是一個項目 你逐個項目才可以打通資本流動 以及其他的渠道 還有單位管理可以不可以 哪些單位才可以做的 大灣區裡面的單位才可以做的 或者大灣區裡面的金融機構才可以做的 你便在風險管理的架構上 好好地管理到風險 然後打通那些渠道 金融便活起上來 金融是服務經濟 你的經濟便活起上來 大灣區的經濟會活起飛 這個概念是這樣的 現在在前海 有一條高速公路讓你走的 大家好好利用 好好利用 我帶你遊花園遊 遊了很久才說高速公路 任總 其實前海對於香港的年輕人來說 究竟有甚麼機遇 香港的年輕人 如果是有興趣利用這個國家發展的大局 去為他們自己的將來去計劃的時候 是一個很豐富的環境來的 你通過前海也好 通過大灣區也好 都是說現在你在香港 局限住你750萬人的一個經濟體系 有時候工作 當然有很多相機 有很多工作 你可以去做 但是你試想像7000萬人的一個地方 那些機會更多 14億人的機會更多 所以我覺得青年人是要看清楚這個大局 看清楚這個方向 然後走這個方向 掌握這些機遇 如果這班青年人是在金融上有興趣的 那更好 因為我們在金融上 一方面我們過去的底子打得好 有甚麼事發生現在 譬如亞洲金融風暴 頂得住 2008年的國際金融風暴頂得住 疫情又頂得住 中美爭執 我們都頂得住 沒有事 所以你底子打好 我們作為我們中國 國家的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不可取代的 那不要只看在香港 你的錢來 我和你去管理 這個當然是一個保守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是打通了 好像我剛才那樣 打通了這些渠道的時候 你就進去 你很好把握 你很好把握 又或者你在這一方面 理財方面是很有技巧 或者在賣賣股票 各方面 甚至乎是科技金融 各方面你都有興趣的時候 就要好好把握 真的要認清方向 然後好好把握 任總之下我們提到一個概念 叫做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 我們的認知就是 國家安全的一部份 包括金融安全 我們說回香港現在的情況 你覺得我們的防禦能力 剛才提到我們的底子比較厚 但是我們的防禦能力 有多高風險呢 我們還可不可以很有信心 我會抵禦到 將會發生任何的金融風險 會影響到香港 甚至利用香港 這個關係 去影響到內地 究竟我們的金融風險 現在我們有多穩陣 你說這個課題 是非常之有挑戰性的課題 阿春哥 我剛才說我們底子打得好 都是過去居安私危地做很多改革的事 希望如果有什麼事出現的時候 我們能够處理得好 過去幾十年都處理得不太差 但是世界在變 現在我們在說八年的變局 這個八年的變局 裡面有很多是地緣政治的事 是牽涉到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系 大家 中美 中美 是角力的 現在過去就說是貿易戰 貿易戰又會不會發展到 你很難估計到會有什麼事發生 當然你底子打得好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去抵禦這些東西 但是沒有東西是絕對的 突然間有一個核子彈走出來 那你怎麼辦呢 那你也沒有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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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對嗎 不用核彈了 不是不是不是 春哥 我就是想你知道這個核彈 美金 例如美國人走到一個地步說 我不讓你中國用我的美元 我看這很難會發生的 因為他現在很想你們去拿著美元 因為他資不抵債 他欠我們很多錢 那個國債又厲害了 可能是債務違約 如果他9月底10月底都還沒有搞定 將那個債限額提升的時候 可能債務違約大家都知道 但他最終都會提升 但是你想想他 他借了28萬億 那個債務總額28萬億 他的生產總值至多22、23萬億 已經超過100% 借了 他在金融領域上 或者財政領域上 美國不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 會不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還做些事 說我不讓你用我的美元 那就是自己拿來壞 但是政治的事情很難說 他突然說 美金你不要用了 我不會跟你清算 因為到最後 你在用美元來做交易的時候 大筆的交易 到最終的清算都要在紐約 譬如你說我們外匯基金 管我們的外匯資產 或者是聯繫匯率的操作 都是需要美元和港元之間的交易 在美元清算那裏 他說我不讓你 這個就是核子彈 出來又怎樣呢 金管局一向以來做事的方法 我經常掛在後面 居安施藍 大家應該也要放心 即是備用方案 什麼都想通想透 但是到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條路也不是很平坦 那條路也不是很平坦 不知道會怎樣 這樣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正常情況之下 香港我不擔心金融安全的問題 因為底子後有手段 我不擔心金融安全的問題 當然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一部份 但是我也希望在中美角力的過程 不要將香港作為一粒棋 不要將香港的金融作為一粒棋子 如果是的時候 對我的影響是會有的 但是如果是比較正常的看法 政治到最後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 為了自己的國民的利益 一個最大的經濟體 和第二大的經濟體 之間很多生意可以做的 是不是 那你不可以說 直接將關係搞到生意都沒得做的 那你的國民都不會去支持你 是不是 我希望不會走到這樣的地步 現在其實我們看到中美關係這樣的情況 在金融領域上可以說我們有些益處 那些益處是什麼呢 因為美國的手段就是 你內地即中國的企業走去集資 你沒有來了 我不讓你來 你退市了 那這些企業都要在國際的市場去集資 那最好去哪裏 那你來這裡 那你沒歸來 我們反而生意還做多了 是不是 這樣 那都不是說沒有好處 但是我就 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看這件事 就是說最大的經濟體 第二經濟體 大家之間生意鬼那麼多 是不是 還有在金融上的交易也都會是很多 你不可以忽略了這一點 嗯 你繼續是有這些交易的時候 國際層面的金融交易的時候 香港就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就有一個角色的扮演 嗯 是不是 任總你剛才雖然說到 就是中美角力 雖然對香港來說也有益處 但是會不會 就是根據你的檢視 也都有潛在的一個風險在那裏呢 當然 就是如果你是發展到是利用金融 作為一個鬥爭的工具 或者是渠道 那麼不多不少 我們都不會是會有影響 我不是會 我看到是可能有益處 但是我不是 我其實我也不是很歡迎這些益處 我寧願他們兩個即時令人大家 正常一個國與國的關係 這樣更好 嗯 其實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這個角色真是不可作代替的 你內地第二大經濟體 就來變成第一大經濟體 亦都是希望繼續改革開放的 在金融領域上 你資金融通 在內地自己本身的資金融通 當然是重要的 那你做得很好 做得好 有時候你是會想 將你的投資的渠道多元化 或者集資的渠道多元化 在國際的層面去多元化 那就是要有國際投融資的活動 那香港一個這麼好的平台 讓你去融資 用外國的資金 又或者到第二天 它比較放心一點的時候 內地的投資資金 是可以通過香港 去外邊投資 多元化地投資 找一個高一點的回報率 對大家都是有好處的 這個就是正路的看法 我希望這個看法 就會蓋過那些比較短期 為政治利益的看法 那些政客的看法 但我也很難明白 在這麼高層次的政治的取態 似乎一定要自己第一 人家第一就不行了 那我覺得 但是任總 譬如說回我們一般普通人的生活 現在我們港幣就勾著美金 他這樣引發 他的通帳現在說五、六 一路上 那糟了 我們怎樣呢 我們不能抵禦 我們只能夠跟著他 我們一般市民生活 各行各業都會有影響 你這樣看 他的通脹高是一個現實 已經是見到的了 這件事是否會持續下去呢 當然美國官方的看法 就是暫時性 短期的 還有就是 資訊科技發展得這麼好 這麼蓬勃的情況 影響之下 人的生產力是提高很多的 增長得很快的 因為老實說 阿春哥 你在車上看電郵 都可以處理很多事情 舊印紙不行 舊印紙快到寫字樓 還要打電話 生產力提高 生產力提高得快的時候 對衝脹有舒緩的影響 但是在中美關係不好的時候 供應鏈斷裂 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航運各方面的成本有提升 這些是否真的這麼短期呢 我有懷疑 如果不是短期 美國是要處理比較高的通脹的時候 他的貨幣政策要改 即是縮表、退市 他講了兩年 但我看他都快要做 雖然是慢慢地做 但是一退市或縮表 他的影響會是怎樣 一定是利息會變高 利息高的時候 美元利息高 港元利息又會高 利息高的時候 也都對資產價格 現在上漲得很快 這個上漲的勢頭會可能扭轉 這個就是風險的存在 大家作為市民也好 小投資者也好 也都要留意這樣的風險 即是說美國是要處理通脹的問題的時候 將貨幣政策相對來說 收緊的時候 資產價格隨著下調 以及利息會上升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自己能否受到這樣的壓力呢 這些壓力測試 大家都自己要做 說到市民生活 近期有個概念叫共富 共富 即是說有錢大家都共享 不是你有錢人拿光 這個共同富遠 這個詞彙可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用得比較合適一點 在資本主義社會 你這樣說的時候 可能會引起別人有恐慌 也不頂 但是那個基調 那個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貧富懸殊 但是我們資本主義社會 裡面的貧富懸殊 可以很厲害 這個其實在香港來說 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 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不是說要共同富裕 但是這個貧富懸殊的問題 我們要怎樣解決呢 我看大家都要去想一想 正視這個問題 正視這個問題 當然啦 如果房屋土地方面搞得好些 也可以舒緩一下 也不是說沒有辦法 但是也是要咬緊牙關 去做一些可能有政治阻力的事 然後才可以解決到這些 這麼深層次的問題 我不是專家 我很難不… 但在香港 比如說呢 我在想大財團 或者有錢人 能不能夠接受共赴這個概念 或者政策 來將這個貧富懸殊 來收窄呢 我不覺得他們 是跟香港的市民是對立的 他們當然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 特別香港這麼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下 他們賺錢有可能是多的 但是不等於他們不照顧大眾利益 他們不負這個社會責任 你會看到香港的大企業 有很多都負社 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去負一些社會的責任 當然可以相確就是說 應該負多些這些社會的責任 例如撥多些地 建了一些公屋出來 成本價賣給香港人 那就好 即是不同程度去做 但他們現在也有很多參與 即是共同發展的計劃 當然又有人說是官商勾結 但是你客觀地來看 我不覺得香港的大企業 是忽略了社會責任 如果你說認為他們應該做多些 是幫一幫政府解決 舒緩這個深層次的問題 我會同意 但不是好像內地某些 折一千億折五百億 即不是那種的模式 不是那種的情況 是模式來做 如果你真的從政府的政策 去處理這個深層次貧富懸殊的問題 你只是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處理收入不均 那你收入不均要怎樣處理 你要用稅收處理 你要將… 即不是傑富製貧 你也是有錢交多些稅 這個收入的分配 你去舒緩這一點 第二就是財富 收入跟財富不同 財富的分配 又可不可以做什麼工夫呢 譬如政府說 我這麼多公屋 這些公屋 我現在收入的租都不夠 都不夠維修 不如我成本價折舊賣給你們 賣給你們的時候 我還給你十成按揭 因為我以成本價 成本價和市價差很大 我不知道現在成本價是多少 就算新建的公屋成本價是多少 五千元、六千元一呎 市價是多少 一萬多二萬元 當然現在有些政策說 如果你賣出去的公屋 首置、十五公屋 你有多少年都不能賣 如果從財富分配的角度來看 是有些困難 可能需要有些政策的調整 才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但如果你有決心去做的時候 都不是做不到的 任總雅人 現在中俄貿易都是用人民幣結算 去美元 其實是否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指標 這是一步 根本人民幣國際化最早 我是開山祖師 2000年去北京提出這件事 直到2003、2004年 在香港有人民幣業務出現 人民幣繼續用來做貿易 結算 現在中俄貿易用自己本幣結算 都是這個概念 其實人民幣國際化是有這樣的需要 我不是說對美元沒有信心 或者什麼 但是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就是中國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去過分依賴另外一個經濟體的貨幣 作為它國際交易的一個媒介 不健康的 不健康的 而且如果這件事被對方政治化的時候 你更麻煩 所以一個好的回應 就是將我們自己的貨幣去國際化 這樣就已經做了整二十年了 慢慢來慢慢來 現在我覺得再走多一步 反而不是說你的經常項目 就是貿易用多些本幣 而是在國際的層面 在資本市場 用多些人民幣 作為一個交易的媒介 和財富的儲存 貨幣的功能 就是交易的媒介 財富的儲存 媒介的單位 大家讀經濟已經讀了 在這方面 可不可以我們將它在離岸市場 推向資本市場裡面的運用呢 就是我最近掛在口邊的 譬如香港一個資本市場 就是股票市場 你想想 如果是可以用人民幣作為買賣的時候 香港恆生指數裡面的六十隻股票 總市值的資產 就可以給外國的投資者 作為人民幣資產 因為我賣了它 我就可以拿到人民幣 拿港幣也可以 是要走這一步 我真的希望 有關方面 對我這個小小的建議 策略性的建議 是多些考慮一下 說到股市 最近習主席提出 北京那裏有個證券交易所 主要是中小企 我想它的行動 是不是抗衡一些巨型的新經濟結構 尤其這些機構 是包含了衣食住行 是不是有這樣的作用 在抗衡一下 或者在香港人會不會 香港也是的 大財團都包含了衣食住行 我們會不會有些東西值得考考 我又不會這樣看 是嗎 因為內地中小企 就算香港的中小企 中小企融資難融資貴 這個問題存在了很久很久 它有新三板 又有舊三板 現在將這個新三板 改革成為北京的證券交易所 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發展 擺放在北京也好 擺放在上海也好 擺放在深圳也好 它的專門想為經濟貢獻的 就是解決中小企融資難 融資貴這個問題 我支持這樣的做法 特別是如果你是把這一塊板 是有自己的規矩 是專注服務中小企 有可能是有好的益處 因為如果你擺放在上海的時候 那些大公司什麼什麼 就是沒有人管 這一塊板又不好 這個是一個好的做法 你不需要擔心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因為現在說的是 在內地中小企融資 這個是本地的資金融通 它是想融資從內地的投資者手上 拿錢去發展它的業務 現在不是說國際的融資 如果到這些中小企 第二天成功到一個地步 是想到外邊去融資 去國際的融資 麻煩你來香港了 這個我就有興趣了 如果第二天希望它可以走到這條路的時候 好不好在滬港通 深港通之外 再加一個京港通 那就可以了 到時它外邊的投資資金 可以用這條渠道去投入 即是說它們融資在外面融資 這個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不需要對香港有什麼 那麼大擔心 至於說大企業壟斷這些東西 壟斷大數據 壟斷這些東西 大家都要小心 如果造成對社會不公 或者甚至乎造成對國家安全有影響 這是大件事 是要及早處理 是要決定性地去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如果到時發生了的時候 那些傷害可能已經造成了 它很大 任總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前景 你自己怎樣看 我非常樂觀 因為為什麼 我已經說了 最大的經濟體 以及內地與外地之間 一定需要有資金融通 內地一定的投資者 希望多元化投資渠道 不只是在內地投資 在外邊做金融投資 雜資融資 也都是 你在內邊借錢 當然有 你也可以多元化在外邊融資 這個活動 在香港這個平台進行 我看這件事會繼續下去 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都是因為 內地在資本項目的開放過程 是需要有一段時間 因為老老實實說 我在香港這個金融化的一個經濟體 生存了這麼久 我也知道金融的風險是多大的 當你把資本項目開放 有自由兌換 你真的要有很強的監管能力 很強的市場基礎 然後才可以應付得到 我不覺得內地是到這個地步 所以它未到這個地步 仍然是我們的地步 就是我們 但是到它到這個地步 希望我們已經做強做大 我們的地位是不可代替 因為我們的風險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風險 在現在這個環境的風險是被邊緣化 如果我們不做好 如果我們不做強做大 是邊緣化有這樣的風險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這個部份 來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金句 或者跟我們這些年輕人 或者跟我們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都不懂教人 怎麼做人 不過剛才說了這麼多 我覺得年輕人 現在要認清的方向 特別在這些資訊科技發展 發達得這麼厲害 真理都已經有很多時候變得很模糊 你想找到那個真正的路 是不容易的 但是大家要努力去看這條路在哪裡 走什麼路 然後去掌握那些機會 好,今天非常多謝任總 來跟我們聊天 上了一課很好的金融課 好,多謝,拜拜 拜拜 到死 很多時候不到你去選擇時間 或者甚至不到你去選擇怎樣死 有些人很執著 為了少少事情 搞到全家人不開心 整個辦公室個個都不開心 到頭來你問回什麼 未有久去到生死 都要搞到這樣 學必呢 如果沒有人說不開心 我會先去選擇 快點 回家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